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零售业 但是他很奇怪 他其中的一个大的零售商叫Target 他的老板就说 肯定老百姓买东西的价格会上去 他讲贸易战对零售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我不知道他当时说了什么 反正他的价格往上涨 他股票价格往上涨了 但是衰败的比较厉害的是苹果 苹果大概从贸易战开始 就是从这段贸易战开始起来 这一新一段的贸易战开起来 苹果大概丢掉了八百亿 苹果丢掉了八百亿 八百亿那可是个钱了 我们原来说 按照原来讲说 你看华为的公司 他去年的销售额是1000亿 对吧 他自己讲是1000亿 而且很显然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应该从去年孟晚舟被抓之后 从去年孟晚舟被抓之后 现在这个消息 是高通 高通 美国是美国什么国家联邦的管理机构呢 认为 告了高通 在法院告高通 是讲它就是反垄断法 用的是这条 他说美国社会也挺奇怪的 讲高通对晶片芯片的垄断性太高 已经使得呢 在美国自由社会的环境中 没有了 没有任何其他公司能够跟他进行竞争 这个 可能朋友会听着说 在这个坑结上正跟华为打呢 正打贸易战呢 他 法律上跟他告他 告他 说这简直是 这不是 纯粹是卖国贼 好 这个 这个法院是卖国贼 这就是社会制度的不同 环境的不同 一个自由社会 它权力上的相互制衡 当然 你说它是好 是不好 这事儿 我们只能看到 就我个人来讲 我以为这件事情的出现 是对比今天中国社会 大家要懂得一个正常人的 就目前而言 相对正常社会的人的一个生活的权利 那作为高通 对垒中共而言 它高度的垄断 当然是好的 包括5G 美国发展5G 那英特尔脆出5G的发展 不就是集中力量打击中共吗 而选择了高通是因为高通的实力 对吧 如果美国 美国的法院已经认为高通的实力太庞大 已经没有竞争者了 那我问大家 华为 你用什么插呀 高通的实力大到了美国 美国法院 美国相应的机构都要去整它 你华为整得了它吗 但面对与中共之间的对垒呢 大家又说了 这美国人居心眼的嘛 是不是 正打得如火如荼 你怎么整高通啊 所以这就是看你怎么讲了 对吧 本来我看过一个报道 美国政府呢 美国政府是美国财政部 大概出面去游说美国的高等法院 说不要高等检察院是高等法院 因为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世界 那看来财政部没游费成 所以出现了这个法律上的纠纷 这主要是 大概应该主要是这个故事 我刚才看到它报道半天也是这个故事 这个case是昨天 应该是昨天出现的 昨天出现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中跟大家分享是这么个意思 可以看到美国社会 苹果公司丢钱也好 这个高通告也好 你记住他们在维持着一个 大家要明白这是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运作 正常社会的运作 而正是这一点 却被中共政权下的很多中国人理解成美国人傻蛋 美国人傻蛋 傻蛋在哪呢 就是说他应该集中力量大化为 你看 现在他能集中高通 还得分精力 政府自个儿整自个儿 哪有这样的 不是这么个认识 根本就不是这么个认识 你应该要体会到 在内在中的生命之间的平等 那份尊重 那份平等 那份尊重 这么讲吧 当美国社会坚持到这一份操守和理念的时候 华为就是他任正非 把他七十年前吃奶的劲儿都给他唤醒了 啊 除 我跟你说 除了七十年前跟他吃他妈奶的时候 那劲儿唤醒了 顶多撒三宝鸟把他妈尿浇了 其他结果都不会出现了 撒三宝鸟就是一个吃货 我说意思就是吃货 吃的太多 尿太多 我说的是这意思 啥意思 人的层面 利益的层面 都去追逐这个表面上的 因为所欲 强悍与虚弱 而命运的社会 一个人性命运的社会 它遵循着道义 尊严 理念 人性 生命 这个东西不是表面的 而输赢是表面的 那背后的不是表面的东西 它是永生的 输赢是永远是相对的 今天你赢了 明天你就输了 因为谁永远没有胜利者 永远没有胜利者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现实环境中 我们刚才说了 美国人输 在贸易战中 都是贸易战 美国人输的是钱 赔的是钱 中共政权赔的是命 这是关键的 谷歌风沙华为 这个滚动效应太大了 有期节目咱提到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代科技的脆弱 就是人之脆弱啊 人的脆弱的一切就是 它拴在 完全拴在了一个 完全拴在了 怎么说呢 就拴死在一条线上 就我们原来解释过 我说现代科技的发展 在我眼睛里就是扯蛋 没了电全都完蛋 对不对 一个公司庞大到很多国家 都无法抗衡的时候 就是完蛋 谷歌庞大到这个程度上 华为牛拽 对不对 在川普游说欧洲 游说欧盟 说你不用华为 不要用华为 不要用华为 然后不听 好说好代不听 谷歌是美国公司 那没招了 那川普自个儿 没针对谷歌说什么 川普说了 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颁布国家紧急状态法 那他再大 谷歌再厉害 他迈不过这个坎去 他就随了 对不对 那谷歌随了川普 而下面跟着谷歌的 只能全随了谷歌 就是他随了他 他随了他 好言相劝不管用 结果就 就摁了个牛 全死了 就这个 对吧 英国多拽呀 英国首相多拽呀 就是非要 非要放行华为 BBC 英国晶片商 ARM 加入了封杀华为 暂停与华为 合作的行列 这是 这是英国的啊 昨天不跟大家报道 到这个这个 德国那家公司 他声明他说 他还在还在做生意 进一步升级 BBC引述 英国晶片商ARM 内部文件 公司已经下令员工 暂停与华为的合作 几乎都是这个说法 我们看到的 英特尔 高通 博通 都是类似的 都是公司内部的 员工文件 遵守美国对华为 实施的禁令 公司正遵守美国政府的 这个规管 英国公司遵守美国政府的 规管 现在的公司庞大到这份上 所以 这同样是WTO带来的相互的影响 因为 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 都不是一个产品的所有程序所在 所以它是一个 把世界作为一个加工地的地方 这也是共产党挣钱的 得以挣钱 能够骗钱 WTO大屁股崛起的一个 一个真正他受贿的地方 那方德始终 应了他习近平这句话 开始 你从哪生的一定死在哪 今天他就死在这 他就死在这 那我们说过全球脚腹 全球 习近平去开始新长征 长征的时候 共产党怎么说的 是中央政府在绞杀 毛泽东 绞杀 中央共产党 对不对 习近平开启新长征 习近平承认 全球在绞杀 中共国 这是对等的 历史上的长征 就这么来的 刚才忘了说这点 华为说他们重视跟伙伴的关系 承认部分因由是有政治动机的决定 有信心解决这问题 这都下拜了 都下拜了 文件显示 ARM 员工停止所有与华为 及其子公司正在生效的合约 支持服务任何仍未生效的约定 那就全涵 等于全面终止 对吧 公司指其 晶片设计 含有源自 源自 美国的科技 它是一个设计晶片的公司 在设计的里面部分 设计晶片的里面部分的含量 包括美国的科技 这事儿包办 对吧 如果设计者到美国受询的话 其实都包括了 因为设计的东西使我想出来 但是我在美国读的书 这事儿算不算呢 这事儿不好办 你怎么算 你说不算吗 不算你在斯坦福那个文凭 你是不是就不应该给你了 这个东西 我相信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就像那天节目中 跟大家讲的说 那个纽约市的中央公园 那个人进去了 结果刮雨刮风 刮风下雨刮雨 下雨 把树枝砸断了 把他给砸摊了 他告成了 那这种连带都可以告成的话 你说那叫天灾 人说是叫天灾 但是是你们家中央公园里头面的一棵树 我交了税了 那是城市税都是地税 买房的房产税 那是交给市政府的 我交了税了 你的员工就得保护我安全 你这事合情合理啊 我跟你说 人嘴两张皮 这是一样的 它叫源自美国的科技 它的晶片设计帐中含有 我相信如果要那么做 一定能做成 这是简单的朴素的概念 根据公司命令 员工不可以向对方提供援助 知叫复运技术 无论是软件代码更新 就是任何跟那个谷歌的那个那个通知概念类似 非开源码的硬件软件都不能提供 是这样 因为复运应该是香港人的说法 参与技术讨论等行为都不能讨论 中兴的时候我印象挺深的 中兴的时候当时说 政府一下令所有在中兴的美国员工 就是美国人 美国合作者全都即刻买飞机票 离开中兴公司 美国人如果内书不离开中兴公司 美国人犯法 应该是犯法 16号接到通知 15号下达命令 应该是第一时间了 你可以看出 应该是第一时间 我印象是15号是14号 15号 15号 13号出的事情 对吧 13号 对 15号 13号是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我们说 他要死磕嘛 就那天磕死自个儿了 英国的ARM的主要是晶片设计 他向其他公司提供架构和指令及授权 这都是专业的 华为的麒麟晶片主要基于ARM的架构研发 那就行了 也就是华为麒麟晶片的叫什么呀 他妈 对吧 他妈 他父母 他的上面 他的基础 肩架结构 那也就是说 他完了 麒麟晶片就完了 他说 列入相应的授权 他将迫及到台积电代工的麒麟晶片生产 应该是了 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的麒麟985处理器 相信不受这次禁令的影响 他拿出来的是980 我们去年看到的是980 除此之外 他提到软银2016年 收购了英国的晶片 以巩固他的物联网 这是他的归属所在地 那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那这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软银在其中 软银在去年12月份 孟晚舟一被抓 软银已经声明 他不用华为东西 那软银是比较早声明的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内容 这一组一组跟大家分享 都是供货商在截杀他 切断就是直接影响到华为的产品生产问题 一会如果有时间再跟大家介绍他的销售 销售也在全面封杀 主要是他的手机部分 我不知道这就是一家供货商了 停止供应叫射频组件 他日本企业可能成为旧型 这同样是苹果日报报的 英特尔高通 赛林斯博通 Google表示暂停跟华为合作后 那社品组件大厂 叫Q网在美国事件星期二宣布 遵循美国政府的政策 停止向华为供货 我们刚才说那个是英国 对吧 那他是在北卡的 这将在今年手机收益估计呢 他就说会影响到他的收益了 核实供货 无视预测 那无视预测 所以这些 现在提到的 都是手机部分 啊 我们刚才看到那英国的配件 是是他的直接影响到他的麒麟晶片 那现在呢 是手机 他是指华为手机中处理不同 无限频率的前端模组 而且是由该公司自己生产的 那他怎么玩啊 我就不知道 那这手机怎么玩啊 那如果都不给货的话 直接就把他手机给拆不了 华为手机给拆了 被拆了 他没东西了 这个我都不知道 他怎么玩 瞎掰嘛 对吧 我不知道朋友听起来 我就觉得这华为手机 你是不是瞎掰嘛 那神经病 他不只是神经病 他没有词 神经病 他还是个完整的人呢 难道他任正非自己不知道 他东西都是不完整的吗 全是凑起来的吗 如果华为无法向他拿到射频组件 与其同等级的国际射频组件大厂 只剩下Skyworks 美国的 博通 美国的 春田 日本的 TDK 日本的 太阳诱电 日本的 Skyworks 跟博通 都是没起 博通已经停止供货了 那Skycom Skyworks 不是Skycom Skyworks 可能很快停止向华为供货 除非谈判有了突破性进展 不可能 谈判 我们已经 我跟大家介绍 川普已经 美国贸易代表 已经跟欧洲 跟日本去谈 零关税贸易协议去了 围剿中共去 所以那基本就 这就不好说了 对吧 华为或转向日本上 只是这么说 中国有射频组件的生产商 和天下紫光等等 但与国际大厂相比 距离 技术差了一点 能满足中低党 但很难取代相应其他大厂 那就弄吧 反正都是山寨 就像我跟大家说 白宫都知道 周知道 华盛顿DC有 对不对 中国县城里头都有 那也叫白宫 那你说人不叫 人就叫白宫 怎么着吧 对不对 那人家娶的儿子 人家生的儿子 就叫傻蛋 你招什么劫 人就这个 这事不好办 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篇 到了日本跟台湾 它报道的 其实报道的 原内容是指 日本企业跟台湾企业 一些电信商 开始抛弃华为的手机 我们就混着说了 因为和内容给写在一起 本来我想分开说 我们就混着说了 因为它都是一个消息的报道 你看到就是全球 就是华为成了垃圾 它的供货被切断 它的销售被隔离 就是没人卖它的货 日本最大的运营商NTT 星期三今天表示 停止接受 对华为新款P30的手机的预定 而它的另外一家公司 叫KTDR公司称 将无限期推迟 推出该款手机 P30遭遇厄运 基本就是日本两大公司 两大销售公司 三大销售公司 这还有Y Mobile 宣布类似举措 称对软体更新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而台湾的中华电 称将不会采用新款的 不会采购新的华为机型 三家日本公司 一家台湾公司 完全拒绝华为的产品 这是打 这是 我觉得没什么可解释了 对不对 它就是这个概念 人家一出手就出成这样 这个东西 你说还用什么评论吗 谁不要你的货了 它的新货已经生产出来的 尽管Google不太影响这部分 人家Google也说不影响 但你说谁 为什么花钱买 对吧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没有人去评价说 华为到底造成了 对华为的打击有多大 我节目中提醒过大家 在今年二月份 三月份的时候 在国际环境中爆出来的爆表 2018年 爱立信在电信上面 在电信行业 叫什么烽火塔 超越了超越了这个华为 两个百分点 而华为同时也跌掉了两个百分点 所以基本就是爱立信夺走了华为的生意 在电信行业夺回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那华为应该跌到了第二甚至第三 它在全球范围内的电信行业已经处于衰败 既有2018年在中兴出市之后 围绕着华为的讨论就是F7 围绕着华为的讨论 围绕着当时美国政府可能就制裁华为的 猜测就出现了类似的场面 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份 我说我说其实华为的进行战略转型 转到手机上 所以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华为手机的广告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便宜 对吧便宜功能好 在我跟我们看到在英超的英超的联赛中 在欧洲俱乐部杯的联赛中 我们都看到华为的人 那个钱老大了 在北美的冰球复赛中 季后赛中 有华为的P30广告 现在没了 西部 因为它是分冰球赛分东部跟西部 西部的决赛昨天打完了 那我看到没有 没有华为的广告 应该讲 在这样的打击的背景之下 华为即刻它的生意全满 它自己已经没信心 它缩减了广告 原来在我的 原来在我的这个 YouTube上很多人看到过华为的广告 P30 P20 我应该是 有朋友 因为我看留言中在讲 我自己很少看我自己的节目 基本都不看 所以留言讲说抱怨说 涛哥你这竟是华为手机了 这回大家干净了 如果他华为把手机撤了 他自己知道完蛋了 在北美在重大的这个体育竞赛中 他的广告费非常高 在任何电视台的播放中 体育频道 他的广告费高过其他频道 而如果他进入了欧洲俱乐部杯 英国的 欧洲俱乐部杯 北美的主要是NBA 跟这个NBA和这个 冰球赛 现在他在最后决赛阶段 那花了老了钱 所以应该华为自己承认自己死了 应该成为他自己也知道死了 另外一家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商 Flex 星期三表示 已停止对华为出货 甚至呢 另行通知 我们继续关注此事件 确保 因为他必须遵守美国相关法位 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家供货商 他这里没说是供什么货 但是呢 他是向华为出货的 而继谷歌之后 我们刚才说的那部分都是经典发生 继谷歌之后 最先跟这个华为断货的 断了华为货的 是这个人脸识别的技术商 叫鲁门特姆 我不知道他是硬翻了 鲁门特姆 停止向华为供货 那上个华为的业务占了他总收入的18% 他无法预测 那无法预测 早些时候 Google停止供货 谷歌停止了这个相应的内容 所以这是这里面就是讲 我们只是讲他供货的概念 就像我说是把它给拆了 人脸识别 中共在人权侵犯上 在人对中国人的伤害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事情 对吧 人脸识别在中共现实环境中 应该是相当相当发达的一部分 那美国公司在相应的内容上 这家公司在相应的内容上 其实有着助纣为虐的 有着助纣为虐的一种嫌疑和氛围在其中 那他伴随着美国政府的命令 和谷歌的这种行动 他也就变成了从两者 被迫从两者放弃自己的利益 那如果占了18%的业务的话 那是相当大 100块钱 他占了18块钱 这是大客户 对吧 那哼着哈着都来不过来 那就不用讲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供货 就是华为的供货系统 附件系统 配件系统 基本全盘崩溃 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销售的部分 等于是供货的部分跟销售的部分 本来想分开两个 荣耀 这是华为的新款手机 华为的新一代手机的一共是新系列三款 在伦敦推出新机 但是英国电信商两大电信商 宣布暂停推广华为武器手机 这应该是武器的 光耀应该是武器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日本的电信商 新架昨天在伦敦 华为推出了光耀品牌系列三款手机 还是安卓系统的 但主题演讲必谈Google跟安卓 英国电信商一亿 原定下周推出武器服务 英国的金融时报奖 已经决定届时不会采用华为 5G 华为手机来搭配5G服务 只会用三星的或者OnePlus 而在7月份将要推出的5G服务的电信商 叫沃达夫 沃达夫是最大的 世界第二大 决定 展布采用华为手机搭配5G服务 那应该讲是对它的打击是非常巨大 对吧 这前后才两天到三天 就两三天 就是安卓系统 Google Google推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的系列反应 而乌漏又逢连阴雨 放屁砖砸脚后跟 我估计它现在连爬都爬不起 这个东西是爬不起来的 对吧 不给你配件 工厂停工 工厂停工 不卖你的货 让你现在的货都在仓库里乘垃圾 他刚才说的荣耀是新款手机 那他们全都不要了 他十九万员工 要靠这东西发薪水吃饭 对吧 养一个孟晚舟能养 要养十九万个孟晚舟 这事不好养 对吧 救得了急 可救不了穷啊 这是奔着穷了去了 还没粮食呢 那头开不了工 这头卖不出货 我两头堵死了 哎 爷们儿你吃点好吃的 你光吃不上厕所 排不出气 我跟你说 哈哈 对不对 你就吃大料豆 他也没用啊 这个 吃牛黄解肚丸 那你当药丸 当这个糖丸吃那时候 小叔那时候 搭便不出来 就吃牛黄解肚丸 老妈说上火了 其实就那东西便宜 吃不起别的 有人说吃八豆霜 八豆可能有朋友不知道 八豆是一种植物 大概我见过 大概有支鸡盖这么大 就像那大云豆似的 大概是 然后呢 那八豆呢 如果你搭便不通的话 你就给他磨成磨 可千万别听我 就说这意思 那时候上学恨老师 老师出这题怎么这么难啊 找点八豆 给他喝水的钢子抹一把 他就不给我们考试了 弄点八豆呼噜呼噜 那就清肠子 那你他要这个不是 这是两头堵啊 对不对 你把八豆当成老玉米豆吃 你为了已经跟这个 不禁美国人老玉米 你把八豆当老玉米吃 你也解决不了这问题 这事报办这事 总裁赵明 这光耀总裁赵明三部 有三部手机20系列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遇到什么挑战 都要笑着去克服 那瞎掰 你拉出屎来 你笑着克服你试试 那听哪个的 这瞎扯 这都是 对不对 这不就像习近平去了这个 万里长征第一部 又跑到开内第一部去了 当习近平去了万里长征的时候 就承认现在遭遇了大围剿 遭遇大围剿 不就这事吗 不围剿 当初国民党 讲你是围剿 不围剿 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 能跑到找你爹去吗 找习仲勋去吗 习仲勋是陕北的 这事还 没跟你说拉拋屎 都拉不出心心的来 陈年老尿 新冠手机用了安卓 但他介绍说 手机的一个多小时里面 完全回避了安卓系统 那人家 你把人当傻子呀 你以为习近平就在那时候 我们开始了新肠成绩 好好好 他老外他不是 有病了 这不只是病 这属于没吃药 一直病着 没吃药 吃错了药 药量不对 那你能想吗 反正就这药 吃肚子里头有反应了 对不对 病一直有 吃错了药 对吧 时辰错了 那剂量错了 都有可能出病了 出了别的病了 又发出别的病了 这是这样 宣布 华为 封杀华为之后 谷歌 那面临着问题 这个 这都说了多少遍 发言人说 新系列的荣耀手机 已经在谷歌 宣布封杀前 取得了谷歌认证 这句话你就说死了 这句话你就说 他给自己说死了 什么叫说死了 你承认 你离不开谷歌 你完全承认 你离开谷歌 离开安卓 你今天就是砖头一块 砖头一块 异议的行政总裁 宣布暂停用华为手机 是因为5G手机 未能提供长约合约所需要的 服务保证 那就给杀停了 但在建立5G网络时 依然会采用华为的设备 谁 who knows 对不对 这纯粹是 里面有一些故事在说 你糊弄人家认证非 我觉得就像 纯粹糊弄认证非 等到5G网络的时候 你就又说话了 这些英国人 拿了钱就糊弄人 那也对啊 你骗他 他不骗你 闲着也是闲着 对不对 你骗了他 他又不骗你 什么叫李上网来啊 那大英帝国的人 他也有这点品质 感谢朋友们请十道喝咖啡 请十道喝咖啡就像国内打赏一样 这个非常感谢 这就是我的职业了 估计下半生就 就干这个了 干不了别的了 估计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